以前幾位中心選佈 三期境界能等到六月二十八後 國際學校也一天可夠四月 到南町農會配合的定蔬菜學校也都全手出銷 為初農會就將這些蔬菜合作會 推出好食蔬菜想 提供給民眾他們是機關單位來買 保障農民的收益也要做新農會 一後一後的新鮮蔬菜在你們洞口爭收 準備要出會 在以前的營養下 原本肯定有跟國學校配合提供收購的大人町農會 因為天可都被促銷 為初農會這次就將這些收購集合作會 推出蔬菜想給民眾來聽過 這裡就是有 斗南農業基金專區的竹筍 還有吃瓜 馬鈴薯 還有外銷專區的胡蘿蔔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學校現在沒有供應 那農會這邊來講 就把原來氣做的有機的一些蔬菜 就把它加起來放在一個蔬菜箱裡面 這處農會 農總有接到將近300%的拼單 讓這些原本已經要出發的蔬菜 不會去打算 保障農民的收益 如果市民歡迎不錯 農會會表示未來會繼續提供蔬菜想 給需要的人做醫療 好食蔬菜箱從禮拜六禮拜天一中接了兩天的單 它的數量差不多280幾箱 近300箱 那這個模式如果未來消費者還有這個需求的話 我們還是要陸陸續續會持續的供應 那如果大家要訂購的時候 可以到斗南精米工廠的網路去做下訂購 蔬菜新的蔬菜都是上來的農民和農會 配合繼續行善 品質和衛生都有維持 身份也可以降機 另外現在對部分當然上來的頂好 農會這邊也會親自配送 檢查民眾出外菜賣的風險 因為它是從產地來的 而且這一些蔬菜都是契作給學校做團賣的 所以它的成本都比別人還低 所以這次很多都大部分學校的老師都會一起來做團購的動作 沒錯 今天去市場畢竟人與人接觸比較危險 現在我們都直接送到學校來 讓人直接做採買的動作 這樣可以節省時間 而且減少人與人的接觸 蔬菜收對農會來說 那是增加一項消息有通路 當時保障農民的收益 最重要的是 讓民眾出外菜賣 對當吃到最新鮮的蔬菜 記得觀看蔡宏佛羅